2023年最能赚钱的男人是谁 毋庸置疑是马斯克 马斯克在今年财富增长了1084亿 约等于7700亿人民币 排名世界第一 他总共现在目前的身家是2549亿 并且今年内呢 特斯拉和SpaceX给他增长了很多的财富 今年特斯拉的股价呢 可以说上涨了100%以上 现在最新的市值是8000亿 然后火箭公司呢 几乎的话今年成功发射了90多次的火箭 然后给他的估值大约是1500亿 可是我们知道明年他的发射计划可能会更多 这样的话他明年可能他的财富增值速度 还会更快的增长 那么全球剩下的其他前十大富豪里 有9个人都是谁呢 其实这里面有7个是科技公司的老板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一直跟大家说 你如果不知道去买什么类型的股票啊 或者投资 那么你就尽量的选择科技 因为科技真的可以帮你创造很大的财富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几个人到底是谁 第二名呢就是马克扎克伯格 他可以说是最富有的80后 然后现在当前的身价呢是1186亿 今年增长了748亿的财富 可以说这个Facebook股价也是涨了很多 然后改名元宇宙叫Meta 可以说他的布局相对来说比较超前 因为你没有这种虚拟现实的一个结合东西 但是随着苹果出了这种Vision Pro后续的话 当然他这投减的价格会比较高 后续呢不知道是否会普及 然后可以说经历了22年 这种股价的下跌利润的锐减 扎克伯格卷土重来 今年的话他可以说成为高效之年 那么第三名是谁呢 第三名是贝索斯 贝索斯今年的身价呢是1723亿 当然他的离婚确实也给他带来了一部分的财产分割 但是今年呢贝索斯捐了7亿美元的股票 但即使这样他的股价也是上涨了79% 可以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财富 然后第四名呢是这种马来西亚的一个土豪 他叫彭云彭 其实他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 他的父亲以前就是一个割交工人 但是随着他这一代 然后呢跟着整个多元化的经营 还有时代的发展 他主要呢是在木材和石化行业积攒了大量财富 今年财富增长了479亿 可以说大部分的身价都是在今年增长的 而且也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说大家知名的香格里拉 这也是他这一部分的 然后他呢还是印尼最大的地热生产商 然后第五名呢就是拉里佩奇 他的财富来源呢是谷歌 今年的财富增长344亿 其实一直跟大家说 这个美国前七大科技公司 他整体今年几乎都翻了倍的 这个财富增长 就是股价 所以说他们才会在今年大幅度的挣钱 然后后续的话 谷歌的詹姆尼人工智能软件呢 其实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然后再有呢就是他今年三月份 推出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巴德 然后第六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这种服装快销品牌 ZARA 阿曼西奥 奥特西 目前的身价是974亿 他财富今年增长了332亿美元 可以说这个今年ZARA的股价 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后第七名呢就是谢尔盖布林 也是来源于谷歌财富 然后目前身价是1073亿 说到这里呢就说一下 欧美的科技公司呢 就比如说像特斯拉或者是像这种谷歌 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都选择 把自己的技术开源化了 但是像这个之前这种Chat GPT 4.0 说某平台国内的一直都在抄袭他们 并且呢还明令禁止不要去声张 其实给你的科技开源了 但是你很难的也去超越他们 因为你站在了他们的起跑线上 遵循他们的规则 我们的科技公司呢 一直都在等待着一个超越的机会 但是就比如我们的大疆啊 或者是其他的 真的是很少有能这种独立赛道走出来的王者 然后第八名呢 就是来自于微软的史蒂夫 鲍尔默 他目前的身家呢是1190亿 其实他的两项主要的投资 一项呢就是NBA的快船队 然后再有呢就是今年的微软 给他带来了整体的上浮 然后第九名呢就是拉里埃列森 他的财富来源呢就是甲骨文 可以说今年呢整体的甲骨文的股价也是走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价格 整体大约增长了30% 第十名呢就是黄仁勋 大家熟知的这个NVIDIA 这个创始人 他呢可以说没有人更比他了解人工智能的繁荣 他的英伟达呢在今年可以说整个股价涨幅超过了200%以上 很多的人因为英伟达确实正的盆满钵满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话 人工智能没有他的算法 没有他的这个 这个AH200 AH100 可以说没有他的芯片 几乎你孕育不出来 大的人工模型 然后那么我们统计完了 这十个今年赚钱最多的男人 可是你会发现 他们的财富都基于了美股 如果明年美国真的软着陆 美股是否会继续的走高 如果美股真的出现这种下幅 大幅度的下挫 很可能他们的财富就会大幅度的缩水 然后今天呢 这个周日我们就聊到这里